先谈谈阿里巴巴 因为星期四收市后就会公布业绩 有大行预期 经调整后的利润 按年就会跌两成七 你怎样预视他们这份业绩呢 其实现在可不可以预先吸纳 预期的考虑也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始终第三季 都有一个比较大力的内地的规管状况 无形中对于阿里第三季的业绩相对上没有理想 但我们留意到上星期双十一的时候 无论是阿里或京东 都见到对应上年的销售额来说 都有一个增长的状况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我想市场未必很关注到第三季的业绩表现有多差 反而相对上应该就倾向会 憧憬第四季的业绩表现 应该会是挺好的 所以如果你说考虑去吸纳的时候 就可以留意 现在的股价倾向上来说 就会在150元到170元之间 有一个摆动的状况 比较适合的位置 看看有没有机会是低过160元 就考虑吸纳 然后就迫去可以突破横行区的顶部170元 成事的话就可以到时上网185元到190元 你地位置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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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